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俗话说得好 色字头上一把刀 万恶银为首 银欲可以说是所有罪孽中作为深重的罪孽了 当你犯了邪淫后 你自身的福气再经过邪淫的消损 灾难离你也就越来越近了 无论是家庭 身体 事业 财运都会浮现出邪淫所带来的罪孽 所以减少邪淫 乃至断除邪淫 绝对是改变命运 改善人生的重要一步 邪淫之所以有一个邪字是因为它不正经 并有一种邪气弯念在内 行邪淫的人久而久之也会被邪淫的邪气弯念所同化 变成邪人 那么邪淫者的邪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最近这段时间 小编翻阅了许多有关邪淫者的故事 发现他们的身上总有八种经常出现的现象 小编将这八种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对此有所警惕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第一种现象 邪念丛生 邪淫者由于长期观看淫秽视频和读物 其思想会变得邪理邪气 一些邪淫者的脑子里全是淫秽的念头 久而久之人就会变得病态 容易心理扭曲 和患上一些常见的因异引导致的肾虚 潜力腺炎等疾病 第二种现象 续致相貌猥琐不堪 邪淫者的形象也会变得邪理邪气 邪淫者因为长期的邪淫 他们会慢慢形成一张满是邪气猥琐的脸 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而且邪淫的经历和恶果会写在他的脸上 只要稍微会看向的人就会知道 该人的命运开始走下坡路了 人也会开始变得怪异与倒霉 第三种现象 身体变得不对称 一些邪淫者因为长期的邪淫导致肾经流失 身体会开始变得不对称 他们的骨架会慢慢开始畸形 出现鸡胸和骨骼瘦小的症状 有时候用相机自拍的时候 会看到自己的脸也不对称 并且严肿无神 就连他们自己看了也会不敢相信 这就是自己真实的样貌 可见邪淫对人的精神和形体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第四种现象 感召不良婚姻人际关系差 邪淫者的磁场会变得很差 磁场是一个人的风水 如果一个人的磁场不好 那么感召的事物也是不好的 因邪淫而破坏的磁场会让人遭遇霉运 并且由于邪淫 你感召的都是不良的婚姻不好的工作和人际 这都是邪淫者自己一手造成的 第五种现象 阴性生命干扰 邪淫者容易被一些有邪气的阴性生命所惦记 当邪淫者沉溺于邪淫时 往往会被吸睛鬼所控制住 最终成为一具空壳 第六种现象 或是不断灾难连连 邪淫是一种极其削减福报的陋习 当一个人因邪淫被大大削减福报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倒霉的事与灾难 这是因为善神离去 冤亲债主找上门的一种表现 福报落光的邪淫者 就像身处于马氏野兽的大草原的兔子 稍有不慎就可能被邪淫恶果这个野兽所吞食 第七种现象 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淫是万恶追守 邪淫者容易养成恶习 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 因此邪淫者容易迷失自我 行为思想变得病态 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 很多上年份其实都是因为受到邪淫思想 和其他不良享乐思想的影响导致的 他们往往会不顾后果去行恶事 为了获取邪淫和享乐的资本而走向灭亡之路 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八种现象 情绪低落 心理障碍 邪淫之后便是长久的空虚与痛苦 人会变得消极低落 这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和家庭 邪淫是徒增烦恼与痛苦的毒药 邪淫之人有可能会因此痛苦缠身 最后陷入更加痛苦悲惨的境地 这是得不偿失的 邪淫还会把一个正常人变成邪人 不管是从思想还是行为上 都会沾染上邪淫的邪气 这是十分恐怖的 从上述八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出 邪淫极大的损耗了个人的因德和福报 印光大师曾经说过 行邪淫者是以人身行畜生事 暴中命尽 先堕地狱恶鬼 后生畜生道中 千万一劫不能出离 在生时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因邪心守阴所带来的恶果 更是随之而至 心里灰暗自卑 百病滋生 容貌衰减 血液蹉跎 事宜黯淡受阻 感情经历 备偿心酸 感召到不如意 甚至不贞结妻子 等皆是恶果的展现 邪淫的苦果还在于 邪淫者念念想到邪淫 六根接触六成 起得唯有邪淫的念头 身做邪淫的是 口讲邪淫的话 心里起邪淫的念头 当下生活的世界 就是污浊的 罪恶的 充满邪淫的 痛苦的魔世界 当下就是阿比地狱 百千万劫无有初期 只要一直邪淫 就一直生活在痛苦的世界当中 阴淫也是叶时的种子 总会生根开花结果 棱眼睛中曾反复指出 淫心不除 沉不可出 阴淫不除 忠受其牵制 酿成恶果 阴淫如不及时产出 就会折而祖宗一下福 孝儿前生修下路 孙儿悠悠好寿数 斩而绵绵 广似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由于银心泛滥 你祖宗留下的福音会大打折扣 你前世修来的福禄会被削逝 你原本应得的长寿会被损减 你本应绵延不绝的子嗣会被斩断 折 削 损 斩 怎不叫人毛骨悚然 福善 祸盈 报应之果 宛若隐随 见他人妻女生的美貌 便起了奸邪的私心 这个念头一起 虽然没有实事 也难逃鬼神的责罚 只因一切恶事都从邪引起 不知道利害 而作此种罪孽 更会导致以下十二种祸害 害天伦 天地间男婚女嫁 那是一礼 乃天定的伦理 淫乱不仅违背了人情义理 而且破坏人伦道德 沦为衣冠禽兽 害人杰 女性生命中最珍贵的是真操 为了一时的欲念 而毁了她的真洁 其罪莫大 请设想 如果是自己的亲人 女儿 姐妹被人侮辱 内心又会有何感想 害名声 任你做得再隐秘 终会被人知道 一旦臭名远播 受人耻笑 犹如亲戚朋友 害门风 羞辱她的父母公婆 丈夫 兄弟姐妹 败坏她的家风 令她一家大小 没脸见人 痛恨入心 入骨 等于杀她三代 害姓名 臭名远传 妇女因受辱致死 或她的丈夫愤恨而死 或丈夫伤害妻子 或妻子伤害亲夫 或丈夫伤害奸夫 或奸人被众人攻诛 等等悲剧 如此仅为一时的欢乐 而闹出人命 终受良心的责备 或受法律的制裁 害风俗 社会上有这种廉耻丧尽 人面受心的人 无知青少年以此作为榜样 助长淫乱歪风 勿人子弟 破坏社会安宁 以上六害是害人 剩下的六害是害己 害心术 淫念一生 种种恶念都生 如患妄心 贪恋心 妒忌心 纠缠不停 心意邪恶之最最重 害因德 上天在冥冥之中 有安定人的道理 以良善的本性 做人的根本 如果作乱了常道 败得丧行 伤天里灭良心的事 因德毁灭殆尽 便要堕入地狱 畜生地恶到受苦 害名利 感应篇里曾说 上天有专门检查 人间善恶的三台星 与北斗星 而人自身有三师神 及赵神 都在随身查人的过错 人在夜深人静 或暗示做坏事 上天哪有不知道的理由 所以说 因好色欲而名必败 因好色欲而力必丧 害寿命 鬼神削夺人的寿命 有以犯淫恶的作为明显 何况浴火焚烧 精神洁净 骨髓干枯 必受劳病死 精洁死等等恶报 所以好色者尝试早年夭折 害祖先 祖先相传的血脉 因此而断绝 自己一生福分被削尽 败坏了家生 绝了祭祀 害妻女 妻子被人淫乱 是因自己乱人妻女 所得的报应 这不但在书上能看到 在现实社会中 也是随处可以见到 淫乱的塑暴恶果 以上十二害 都可以从格言里 渐网之来 更近亲眼目睹 希望我们认清祸患的来源 警惕后自律自爱 免受色情迷媚 而失去理智 在知道了 邪淫的坏处之后 小编最后再推荐给大家几个 不用花钱就能灭 邪淫罪的简易方法 只要您能够上网 愿意花些时间 会发帖操作即可 方法一 广传劝借邪淫的帖子 如果你因此而被骂神经病 被删贴 不要灰心 那是很正常的 慢慢的就会摸索出一套温和的 逆于被人接受的方法 人在做 天在看 如果有一人 因您的帖子而开悟而得救 阎罗王那里 就会给你借一个小工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善灾善灾 方法二 举报邪淫网站 这可是大蛋糕哦 如果由于你的举报 使得某个嫌疑网站被关掉 那可谓功德无量了 阎罗王那里肯定给寄个大工 可能会有人问 为什么能寄大工 你要知道这种网多害人啊 多少手淫恶习 都是从这些网站过来的 由于你这一举报 不知救了多少人 当然得给个大工了 你若是不够勤快的话 可能不能想现世报 但是虽然功不抵过 但命运还是会被改善 因为你已经结下了善缘 境况肯定会好转 灾病也会被减轻 你若是够勤快的话 当你的功已经大于错的时候 命运就能被改变了 也就是能想现世报 自然会事事如意 贵人扶持 常言道 度人度己 当在劝他人借邪淫的时候 你也会学到许许多多 关于邪淫的知识 更加深刻的认识到邪淫的危害 从而解身自好 远离邪淫 这是再多钱 再大的势力也得不到的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